舉個例子,我想選個ADD,我要怎麼做 把A和B加起來,然後傳回 我要怎麼做,C有做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 當然語法會有改變,對不對 不用Static,對不對 然後呢 通常因為C沒有Class的概念 所以不需要再留外層的空間 它剩下的語法好像都一樣的 好,那 有了這個 我們前面用using 這邊用include 類似 那我include的sttio 代表說我可以用lid 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呢,我就寫一個main 然後呢,我就add 回應了什麼呢?add35等名 我先d 然後add35 ok 好,那我們就先寫完這樣子 然後呢 用g77來編 好,那我就g77 好,那它告訴我一個 一個窩名之類 已經檢測到可疑的效果嗎? 這個很討厭 所以我等一下給關閉一下 難怪那麼久 不想請換走那麼久 我得先 先讓它 引用到重新電 這樣才不會一直打破 那寫程式有時候 你對防讀 就是 會 需要 稍微 那現在的防讀 有些做的 管太多了 之前好像沒管這麼多 現在越管越多 好,這樣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最後一檔連換 然後它會跳出你 no new line and end of file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學習 看這些英文 不要一看到英文就覺得 欸,我一定看不懂 所以我就不看 所以我就不看 它warning 警告 沒有 new line 換行 and end of file 在檔案結束的地方 沒有換行 所以我們把它換下來 就沒有警告了 好 那這樣一個函數 你寫不寫得出來 ok 寫得出來吧 大家都寫得出來 沒有問題 好,現在我想問 這一個問題 好 同樣的我想做這個函數 好 現在這變各位的奇異了 我想做這個函數 但是C也沒有REF 對不對 請問你怎麼做 三個章數喔 不再是用return傳回來 而是用C傳回來 放在C裡面 C變成A加D 請你寫出這個函數 你可以不用叫ADD 因為衝突 對不對 可以叫ADD2 你可以叫ADD2 好 問題是這個語法寫進去一定錯 對不對?至少你要把Static卡掉 但是光是拿掉是不夠的 因為它也沒有REF 對不對? 好 那但是 只是拿掉REF 可以拿 你試試看 好 只是拿掉REF 便移應該會夠 但是執行 有效嗎? C會傳回來嗎? 不行 那怎麼辦? 好 好 現在呢 我把它上傳到這個 好 放在C裡面 就是 TunctionX 好 請自行寫出 出 好 你可以自己修改任何的參數格式 任何的寫法 我這樣講不一定是對的 我要特別提醒 你怎麼修改 只要你能夠把它傳回來就好 不一定要用這種格式 不一定要用這種參數 好嗎? 好 好 一定要用VOID嗎? 嗯 對 也就是說 我不希望你再用你的參數 我希望你用C參數 放在C參數你的參數 直接反正還行嗎? 欸 你試不太 試的就知道 試的就知道 這裡就是C有很多 概念上面 你就需要很熟 熟什麼? 指標 這一題沒有用指標 你用C 就是做不到 一定要用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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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好 所以請各位 現在就寫 現在就測試你的C的程度 現在就寫